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宫中 便从鸡群中挑了一只健壮的斗鸡 并对齐王说 大王 我需要闭门巡养这只斗鸡 在巡养结束前 您千万不能让人随意进出 齐王点了点头 答应了季行子的请求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但是一直没有季行子传来的消息 让齐王非常着急 十天之后 齐王便派人询问季行子 季行子回答 还不行 他看起来还是很骄傲 沉不住气 又过了十天 齐王再度派人催问 季行子回答 还是不行 他虽然收斗鸡群 但一听到其他的鸡鸣叫 还是想上前争斗 再过了十天 求圣心切的齐王亲自将季行子照来询问 齐王问道 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只斗鸡应该已经寻养成功了吧 季行子恭敬地回答 大王 目前还是不行 这只斗鸡看到对手 仍然会怒目而视 胜气凌人 所以还要再等等 齐王好奇地问 这不正是勇猛战斗的表现吗 为什么你说还要再等等呢 季行子回答道 勇猛战斗的鸡不一定是长胜不败的 大王 您想想 过去宫中饲养的斗鸡 有哪一只是长胜的呢 终于在十天后 季行子对齐王说 大王 这只斗鸡已经训练成功了 他现在对其他斗鸡的鸣叫毫无反应 沉稳的态度 看上去就像一只木头雕成的鸡 已经具备完善的战斗力 对手看到他的样子 一定会不战而逃的 后来 呆若木鸡从原本形容 经过训练后神情镇定 态度自若 就像母雕一样的斗鸡 转而形容 忍愚笨 或受到惊吓而发愣的样子 所以 小朋友下次使用呆若木鸡这个称语时 要注意不要用错情境哦 小朋友 听完呆若木鸡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背景 是因为齐宣王喜欢看斗鸡 齐宣王听说有一位群鸡高手 叫寄行子 所以 寄行子受齐王所托 训练一只长盛不败的鸡 在寄行子寻鸡的过程中 寄行子以斗鸡训练未完成为由 多次拒绝齐王 训练的结果 斗鸡态度沉稳 对其他鸡名声毫无反应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呆若木鸡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为什么寄行子认为 有猛闪斗的鸡 不一定是长盛不败呢 除了呆若木鸡之外 庄子还有其他有趣的预言故事 找一找 你还有听过 其他庄子的预言故事吗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呆若木鸡 是形容愚笨 或受惊吓而发愣的样子 主要是用在 反应迟钝 惊恶诧异的情境上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呆若木鸡 可以怎么使用吧 你怎么呆若木鸡 在想什么心事 我都叫你老半天了 看到警察拿出多样证物后 原本神色自如的嫌犯 吓得呆若木鸡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呆若木鸡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目瞪口呆 呆头呆脑 相反的成语有 聪明伶俐 应付欲如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